当时执法时拍摄的视频 视频一开始 城管队员准备暂扣桌椅时 一名年轻男子直接坐到桌上妨碍执法 随后就在城管队员坚持要把桌子抬走的时候 弄翻了桌子和坐在上面的男子 就开始动手阻拦城管 店里的两名年轻女子也抛起了餐具和垃圾桶 朝城管队员身上乱扔 随后情绪越来越激动的男子拿起了板凳 恐吓城管 并且强行拿走了被暂扣的板凳 当他的行为被城管队员大声劝阻的时候 这名男子突然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举动 这突如其来的一吻引爆了现场的气氛 几名城管队员逆拥而上打算控制住这名男子 而旁边提着平底锅观望的年轻女子 则不断地用锅底击打城管队员 现场乱成一团 但是仔细观看视频我们发现 执法的城管还算是比较克制 始终没有做出击打动作 只是把年轻男子按在地上控制住 随后餐饮店的其他人报了案 而几分钟之后 城管队员在现场气氛平静下来之后 向餐饮店店主递交了整改通知书 也被店家一把撕碎 今天上午是公安局柳东派出所 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 在派出所里 记者见到了视频里 亲吻城管的那名男子 他姓黄 今年26岁 我一直看到他在那里指挥 我就认为他应该是当头而已 然后我就去过去用我胸脯 碰了他以下胸脯 然后那时候可能是 然后第一次的话 我不是说完全是想亲他 是因为是可能 他也这样顶过来 只是说两个对点刚好碰的 但是第二次是我故意亲 故意亲上去 为什么故意要亲他呢 于是现场就上演了一幕恶作剧之吻 而黄某自己也承认 城管队员在之前的执法过程中 并没有对他